海盜尋寶的故事 相信大人小孩都聽過 也都愛聽 自日海底文物考古的發現 越來越多 潛海挖寶藏的美夢成真 書中的盜寶犯罪情節 也成為了真實 位在歐洲巴爾幹半島 西南部的阿爾巴尼亞 有450公里長的海岸線 人戰時期 受到了共產政權 嚴密的封鎖 海底保存了 大量的沉船和寶藏 又如一座文物博物館 但是在民主化開放之後 這片海域 卻成了海底 掏金客的盜寶樂園 阿爾巴尼亞的 愛澳尼亞海域底下 潛水員發現大批 西元四到五世紀的 希拉羅馬時期 双耳系井坪 這是上千年前貿易船上 用來儲存葡萄酒 橄欖油和其他商品的陶器 在古物市場上 期貨可居 阿爾巴尼亞結束 共產政權後 原本高度封閉的海域 已經開放 海底不但是考古研究的 珍貴博物館 更是盜寶者 竊取沉船零件與文物 轉賣發財的天堂 是尾 madhe asaj pasurije që ka kene atakushme nga po thëm gjytsit që shkojnë dhe në telsit 20-30 metra pa pa iset veçanta po thuis e gjdukur pa lëndjurëm ka marr rrugën tër sendeve trafikore nga Shqipria 二次大戰 電報 登具 碗盘 有價值的紀念物 都已經被海中掠奪者 洗劫一空 市場上一手價格 從5000歐元 和台幣十幾萬起跳 轉手可以賣出 20倍價格 總部設在 美國的航海基金會 2006年以來 在阿爾巴尼亞海岸線上 已經發現大約 40艘沉船殘骸 最早的可以追溯到 西元前七世紀 還有許多 兩次大戰時期 使用的海軍艦艇 很擔心 這些古物的命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不見光的 國際海底文物市場 每年營業額 超過40億美元 折合台幣高達1200億 由於文物沒有完整清單 難以得知 有多少是被潜水員 從海底直接摸走 今年6月 阿國當局通過立法 把國家海域的沉船 定為文化財 要求國際潜水隊 取得嚴格執照 才能入海 專家則希望建立 一座海底博物館 妥善保護歷史遺跡 還能吸引觀光客 不過國家一年 只為考古播出3萬歐元 折合台幣不到10萬的預算 博物館夢想要不可及 記者社會中報道